上支天文 下支地理 我是戴立剛 歡迎收看新聞龍捲風 我們看到在中亞地區 不管是在阿富汗或者是在伊拉克 美軍在那個地方 看似起來戰場上面好像是得勝 可是他們會一直碰到一樣東西 叫做IED 什麼叫做IED呢 IED就是那路邊的炸彈 而這些路邊炸彈 無時無刻會出現在地底下 會出現在馬路當中 甚至出現在車輛的旁邊 造成美軍看到畫面沒 嚴重的傷亡 但是美軍現在成立了一支神秘的部隊 這支部隊要靠D6桿來搜尋到IED 能夠達成任務嗎 能夠讓美軍的傷亡減少嗎 我們在今天的龍捲風裡面 就要來深度探討這個神秘的部隊 請到幾位來賓 資深媒體人江中博 立剛觀眾朋友晚安 資深媒體人謝寒冰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資深軍事評論員張有華 立剛好 大家好 資本家文化社長劉燦榮 立剛好 大家好 環球科技大學教授歐崇敬 大晚 我們注意 IED這種主要是在城市巷戰裡面使用的 而且這種的破壞力非常的大 但是構造非常簡單 最重要一點就是說 你很難找得到它 因為這是一個屬於平民式的炸彈 而在伊拉克阿富汗的戰場上面 正在普遍使用 你要想路邊炸彈 放在那邊 你又找不到它 然後莫名其妙了 可能一個車隊過去就被炸死了 講白了這就是萊茵的 電影拆彈部隊裡頭 我們就可以看到 男主角率領了這些拆彈小組 他們一個一個去找這些在路邊的IED 你看看 勤前教育 我們現在開始要去找了喔 結果你在拆的過程 搞不好自己就先被炸了 或者是說你在拆的過程 你才會發現不好拆喔 你注意喔 這個炸彈真的不好拆喔 你有沒有看到 這什麼啊 拉起來 你注意這條是隱性 有沒有看到 拆彈部隊正在拉 你看旁邊這地底下 埋了多少東西 你從這隱性 四面八方整個拉開來 旁邊全都是炸彈 像蜘蛛網一樣 輕打動全身 你看IED他們還發現了什麼 然後那IED在車子裡面的被嚇 你看哪個都能放對不對 立剛 也難怪美國他們統計出來發現 美國在戰場上面死的人 其實比被IED炸死的還少啊 我就以阿富汗為例 所以美軍在阿富汗跟伊拉克 都是被IED炸死的數量 反而比這樣講死亡多 對 你這樣講沒錯 我就以阿富汗為例喔 美國統計他們在阿富汗戰場裡頭 被IED炸死的人 竟然高達了75% 好 立剛剛一開始說 特殊部隊要來拆對不對 你去想像 在電影中 剛剛我們看到的畫面 其實他就是拆彈的部隊 但這樣夠嗎 美國的陸軍 決定成立一個更特殊的部隊 叫做JEDO JEDO這個部隊 就要專門來對抗IED 他們大概策略如下 比方說我可以加 把這個裝甲給加厚 比方說像那個 哈馬車被炸成這樣 那我當初如果裝甲厚一點 或者我去 不要都是要叫人去拆 因為可能會造成死傷 我叫拆彈機器人 還有是特殊的感應器 等等 可是效果有限 對 這時候呢 有更大的單位跳出來說話 美國的國防部 五角大廈就講 我們來協助你 我們來進行一個秘密的研究 我現在講大家不要不相信喔 原來他們現在美國國防部 決定培養一批具有第六感的超級士兵 然後來對付路邊炸彈 等一下 你說用第六感來對付路邊炸彈 對 第六感可以找到炸彈嗎 就是這個意思 可以嗎 好 我先來講這個元起元滅 原來是因為美軍發現 同樣有路邊炸彈的地方 可是有的車過去就沒事 有的車過去就有事 他們就在猜 會不會車上這些士兵也好 駕駛也好 士官也好 他們可能有的人有第六感 所以他覺得前面的路段有點危險 他可能就會叫駕駛 繞過去繞過去 或者開慢點開慢點 那有的就沒有 因此他就針對這些具有這樣潛質的人 給挑出來 執行了一個叫IED2的計畫 你看就像路邊現在突然之間 IED爆炸了 但是如果有第六感的人 他就會知道那個地底下 常有IED喔 對啊 據我剛才講 因為美軍覺得奇怪 同樣的地點 有的人就沒事 為什麼就有人有事呢 沒事的人靠的是什麼原因呢 這是誰提出來的根據 原來是一個叫做 Jennifer The Doctor 她是美國陸軍心理研究所的博士喔 她就提出了這樣一個論點 好 有道理嗎 大家就再來研究 怎麼選人 人選從哪挑出來 他們從美國的三軍 陸海空三軍 挑了七百多人 可能具有這樣潛能的 然後開始一票的人 看靜雲海選 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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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淘汰到最後 那已經是幾乎可能只剩幾十個人 精英中的精英了 第六感中精英的精英 好 那但是挑出來了 挑出來難道這些人 就可以直接上戰場 當然要測試啊 你知道他們怎麼測試嗎 第一 我要你在所有 就是未知的情況下 來考驗你的第六感能力 什麼叫未知 來 我們現在來測驗你對不對 我就開始真的去 實際上去弄了一條小路 然後在這小路上面 都埋了很多的這個 可能是炸彈 只是沒有隱性 然後就把你牽來證 要我去走 叫你去走 要我去看之前面的路上 有沒有阿姨 你要預先講出來對不對 結果呢 所有人都到齊了 準備要測驗的時候 這個裁判官突然講 測試官突然講 今天天氣很晴朗 回去 我們下次天氣惡劣再來 要壞天氣來 故意要干擾你的第六感 我要看說 你在沙塵暴的情況下 能不能預測啊 或者是大雷雨的情況下 大風暴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預測啊 好 天氣 還故意挑惡劣的 再來我們講 天色 你以為都是白天 叫他們去測試嗎 沒有 這個三晶半夜 我心裡叫你去測驗 第三個 地形 我不會跳那種很簡單的 很普通的路給你 我就可能會故意跳 沙漠 叢林 還有都市 這種都市游擊站 你沒來過的這個都市 我就叫你去測試看看 結果你剛剛是不是知道 測出來的結果 結果如何 有700多人測試耶 不是 是海選之後只剩幾十個 星陰中的精英 這幾十個結果呢 他們竟然真的 定律感都發揮作用 跟拆彈部隊裡頭用機械 用精密的儀器去找不一樣 他們就是靠第六感 讓測試者感到非常的訝異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測試者在測驗他們這些 人的時候 手上有拿地圖 有地圖 測試的人都還沒有把握 能夠知道他們自己 當初預測埋的那個 大概是埋在哪 有時候埋都忘記 結果沒想到那些 這個具有第六感潛能的人 他們對那些地底位置 全部都精神抓到嗎 只是就走過去喔 就知道 那有一個 好 所以現在這些人已經 測試的差不多了 但是呢 還在研究階段 搞不好有一天 你可能就會在阿富汗的戰場上 看到這些 這些具有第六感的人 去拆路邊的炸彈 甚至以後美國 會將這些 列為常規部隊也不一定 原來美國現在的作戰單位 還多了這個 第六感的作戰單位 最重要的是要找到 那路邊上面的IED 可是我們注意喔 拆彈部隊 是非常的驚險 因為他們的工作 冒著非常大的 生命的危險 可是呢 現在用這種 第六感作戰 你覺得只有現在 到了21世紀才有嗎 其實不是喔 因為在以前那時候 美國跟蘇聯之間 在冷戰時期呢 蘇聯就成立了一支 腰洞洞三部隊 這支部隊 也是靠心靈感應的 而這支部隊 心靈感應作戰 做的是什麼樣的戰爭呢 是 當時蘇聯跟美國 在冷戰期間的時候 蘇聯一直很害怕 美國研究出一些 就是最新科技的武器 讓他們無法招架 所以當時 蘇聯 有一次他們得到情資 發覺美國正在培養 這種超人部隊 這種有特異功能的部隊 他想不行 如果在這一方面 讓美國研究出成果的話 那我們蘇聯不就完蛋了 對 所以他們馬上 就由當時的前總參謀長 叫米哈伊爾莫伊謝耶夫 他呢 下令成立 就是在直屬總參謀部的一個 叫腰洞洞洞三部隊 那這個部隊呢 他是 我跟你講他是連國防部都管不到 什麼 國防部管不到 他完全只直屬於總參謀長 莫伊謝耶夫一個人 所以他是一個特別的單位 他的經費 每年一年的科研經費 四百萬美金 然後呢 是從財政部長直接 直接把經費撥到這邊來 從國庫直接撥下來 完全不經過任何其他審計單位 目的就是為什麼 因為這是蘇聯國家的最高機密 等於是一個獨立單位 對 然後他們一開始 以十個這種特異功能人士 作為最基本的骨幹 然後再延覽 蘇聯各界 只要你有特異功能 或是你在科技上 有特殊成就的人 我們都把你延覽到這個部隊來 因為他們就要組成一個精英 然後想辦法來突破 美國超人部隊的研究的成果 那你知道他們多厲害嗎 他們裡頭有一個很特殊的 叫千里眼實驗室 有兩百多位所謂的千里眼 那他們千里眼厲害到什麼程度 你說他們眼睛看得很遠嗎 我跟你講不只是看得很遠而已 他是直接看電視就可以了 看電視 比如說美國總統雷根 現在在電視上出現了 我就只要看 我就找這些千里眼來看著電視 看電視有什麼特別 雷根最近身體狀況可能不好 他的肝可能有問題 你是說他們看著電視機 就可以知道雷根現在的狀況 是 我跟你講 他不只可以看出 他身體的狀況出來 甚至還可以預測出 他的想法出來 這麼強啊 對啊 據說 這是當時他們的研究成果 已經強到這種地步 所以但是畢竟你透過電視 還是因為有時間 空間上的隔絕 所以還是沒有那麼精準 所以後來聽說 很多這些千里眼 就被化身成遊客 用遊客的身份進入美國 然後就近去監控 美國這些相關的決策人物 包括總統啊 包括一些國務卿啊 一些政要 就是說他們潛伏在美國各地 但是他們卻可以知道 這些政要 或者是美國的高官們 他們心裡在想什麼 然後把訊息傳回給蘇聯 對 我跟你講 立剛 你要怎麼傳回去 你獲得這些資料之後 你要怎麼傳回去 用傳真嗎 還是發密碼 那這樣可能會被 美國情報集結下來 對不對 所以他根本不需要 用到這種東西 那用什麼 他直接用心靈感應 把這些情報傳回去 心靈感應 這個就厲害了吧 那怎麼傳 這個你怎麼接收 對 就很簡單 我一個人 我發出心靈感應之後 他們在蘇聯有另外一個人 就負責接收 你說兩個人心裡面可以 對 他們可以 互相心靈相通 心靈相通 是 所以就直接 就傳回來了 根本不需要經過 中間任何的科技手續 因為我們知道 任何科技手續 都可能會被美國攔截 對不對 那實際上他們 他們不斷的實驗到結果之後 發覺這些千利眼 他們不但能夠 超越時空去看東西 他們甚至還會有 預知能力 像90年代初的時候 他們其中有一個千利眼 突然開始預言 說英國格拉斯哥地區 有一個核能設施 可能很快就要爆炸 他們預言是這樣 那時候還沒發生 對 那當時沒有人知道 會不會發生 蘇聯也想證實一下 看到底會不會有這件事情 所以他們就很巧妙的 找了一個間諜 想辦法去散布一些消息 到英國的一些首腦這邊去 讓他們相信說 格拉斯哥那邊的核能設施 可能會有問題 你們要不要去檢查一下 結果英國人真的相信 又跑去檢查 發覺真的 如果不是 得到這個information的話 搞不好那個 那個核能設施 真的可能會爆炸 如果一旦爆炸 一定會造成很大的生態浩劫 所以這是非常非常可怕 的一件事情 那居然 真的被蘇聯這些超人 預知到 那更離奇的一點 就是據說 在90年代初期的那個時候 蘇聯那時候已經快瓦解的時候 他們甚至研究出一種 超高頻輻射器 這種輻射器 可以幹什麼呢 就只要他們一啟動這個機器之後 它可以直接影響你的腦波 那有的人可能根本沒有辦法睡覺 受不了 甚至會發瘋 甚至會死亡 那當時 就是很多人 像在莫斯科地區很多人 就投訴 跟共青團真理報投訴說 每天晚上睡不著 好像就有一個聲音一直在逼迫 我要去做很多事情 然後逼的KGB的前副主席 出來公開在共青團 那個真理報上面否認說 我們從來沒幹過這種事 大家誤會一場 我們根本沒有做過這個機器 可是問題是呢 還是有一大堆讀者不斷投訴說 我莫名其妙 就有一個聲音逼迫我要去賣掉我的房子 然後甚至逼迫我說 我應該去親身 我應該結束我的生命 然後每天晚上都睡不著 非常非常痛苦 而且這種人不是一個兩個 是幾百個上千個 上千個人 是啊 所以後來有人還去 前蘇聯的公共圖書館找到資料 證實他們確實有發展這種超高頻輻射器 所以不管是美國或是蘇聯 在冷戰時期對這種特異功能人事研究 真的是我們難以想像的一件事情 特異功能的這種人事研究 其實不只是從冷戰 而到現代的這個時候 仍然是在進行當中 美國有第六感的部隊 但是我們注意 其實在新疆的哈薩克人 他們也有一支特殊的部隊 這支特殊部隊是空軍 這個空軍可以幫他們捕捉獵物 而這群空軍叫做什麼呢 叫做金雕石 沒錯 在中國列為少數民族 有55個民族 而且其中有個民族 雕力很快 可是它有個獨特的技術 這一族就叫哈薩克族 哈薩克族很獨特 他們在這個訓練的過程裡面 他不用武器的 他用的是什麼 用的就是你剛剛說的金雕 那金雕是什麼呢 是一種巨大的老鷹 是鷹的一種 那通常哈薩克族是這樣 他不是以18歲為界分 是以13歲為界分 到13歲的一般的男生 就要開始去做這個金雕的訓練 訓練成就叫金雕石 最近BBC有一則 有一個女生 是目前整個哈薩克族裡面的 唯一一個叫女金雕石 唯一的女性 唯一的 那表示說它是非常不容易形成的 好 那這個金雕呢 它在這個狩獵的過程裡面 有什麼厲害的地方呢 首先金雕的眼力多強 7.0 金雕眼力這麼強 對 我們不得了啊 這1.0就很好對不對 2.0更是已經是遠視了 是吧 7.0 換句話說你看一個那個 臉很平整的 7.0看你是凹凹凸的 所以它瞬間可以看到獵物 可以非常快的速度 就可以抓到獵物 而且它抓到的是什麼 包括山羊 包括狼 甚至是狗 鹿 兔子 你看畫面當中 你有沒有注意到 它現在正在捕捉獵物呢 都可以凌空而起對不對 它可以瞬間就把它叼起來 但是這隻雕 沒有比這隻山羊大 它居然把山羊整個拖住 我跟你講 它拖出去還讓它摔下去 它可以拖住 比它重8倍的獵物 然後快速飛行 然後讓它撞三臂 撞到三臂以後 是不是昏倒 甚至死掉 然後再摔到地上去 它再去掘食它 它就用這個辦法 來咬它的獵物 而1隻雕呢 通常大概只有7公斤重而已 可是呢 它可以抓起來是60公斤的獵物都有可能 60公斤的獵物 好 所以我們先看到 記得神雕俠侶對不對 不是雕可以救人嗎 如果好的訓練的話 看起來就有可能了對不對 好 那這個雕到底要怎麼訓練 這女金雕史是怎麼出現的呢 答案是這樣 就整個哈薩克族有一套不傳之密 來訓練如何使這些雕 乖乖的聽他們的 好那怎麼訓練呢 首先第一個 雕抓到以後 把它綁在木棍上 那它的腳呢 基本上 除了那根木棍以外 它沒辦法站別的地方 它只能站在木棍上 接著呢 再用皮套把它的頭 給完全蒙住 那這樣它就是 飛不遠 也守不了 也看不到任何對象 只能聽 看好它的耳朵 對不對 好這也就算了 它時不時呢 就是搖動那個木棍 也不去碰它 搖動那個木棍 它就會跌下來對不對 對 跌下來以後呢 它又不讓它好好站著 再把它再放到那個木棍上去 時不時咬它 時不時咬它 在這個過程裡面 也不給它水喝 這等於是疲勞轟炸啊 是所以就 這其實是不人道的 但這樣子的話 如果在台灣的話 動保法一定會處罰它的 你要知道 雕在中國大陸 也一樣是保育類動物 而且是一級保育類動物 可是呢 哈薩克就這樣訓練它們 好了 東平東他只剩一口氣的時候呢 才給它水喝 這時候那個雕就會乖多 對不對 好 雕已經開始在快被馴服的過程裡面呢 它開始初步用羊皮套 開始餵食它肉類的東西 這餵食的過程裡面 慢慢把皮套和雕之間 慢慢越放越遠 然後終於到 終於信任 可是一開始不信任 把它的尾巴 稍微做縫 你知道它打開來是兩公尺 那個長寬是一公尺 那很巨大對不對 它先把它讓它翅膀不能飛那麼遠 然後接著呢 終於可以了 帶它出去 帶它出去以後呢 這些金雕屎 有一種獨特的笑聲 它用一種獨特的 很像我們古時候啊 到家在修煉的一種 銀效的笑聲 咻咻咻那樣的笑聲 你來告訴它 你要去抓獵物了 也就是說 可以是一種訊號 告訴這隻雕 對 也就是說你是 我這個金雕屎 來潛使這個雕 你聽到沒 咻咻咻的聲音 好 然後其實你這隻雕說 你去抓什麼獵物 因為我也看到獵物 你就抓那個獵物 抓到以後 那個雕會把這個獵物 雕回去給這個雕屎 所以呢 它被聯合國列為 這是一種獨特的技術 叫做非物質文化遺產 也就是這樣來的 好 你知道嗎 這個雕除了有7.0的眼力以外 它還有什麼獨特的功力呢 你看它的飛翔對不對 你以為是一般的飛翔嗎 它為什麼那麼快 它可以把獵物撞到山壁 撞昏呢 時速300公里 跟我們的高鐵一樣快 換句話說它可以 同步的飛在高鐵的窗戶旁邊 跟你對看 完全不會落後它的速度 這也就是哈薩克人 最獨特的武器 以及何以這項技術稱之為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原因所在 在新疆的哈薩克人 有這樣的特別的記憶 能夠訓練金雕而產生了金雕屎 可是我們注意喔 這些雕你還是真的別去刁難它 在黑龍江有兩個年輕人 就去刁難了那個金雕 結果呢 這金雕整整找他們麻煩 找了有兩年的時間 差點連命都給送掉了 社長 對 剛才講說金雕有恐怖 那種攻擊人力 其實金雕最恐怖的 不再攻擊人力而已 它最恐怖的 它有超強的記憶力 還有更可怕的是 它有鋼鐵般的那種什麼 那種護仇意志 你這種金雕你千萬不要去得罪它 你得罪它一輩子它會跟著你 它都會找你麻煩的 對 我們看那個金雕寫的小時候 社雕英雄傳 不是有寫那個郭靖跟黃龍 帶了一隻金雕 結果路過青沙灘的時候 那隻金雕突然就衝向一個樹林裡面 去追殺一個老人 那個老人是 就是盆長老 他們的世仇盆長老 那為什麼呢 金雕為什麼會知道這個人是壞人 因為盆長老以前 曾經用劍射過他 記性很好 他還記得他 但我們以為他是武俠小時候 那其實金雕真的記憶力好到這種程度 我們看那個二零一零 剛才你講 黑龍江騎乘 其實發生過一件事 當時二零一零大概七月左右 有兩個人 一個姓 姓武一個姓楊 黑龍江一個小村 都是農民 他們突然間突發奇想 因為屁股這邊長得痣痣痣 他們相信說如果吃雕肉 可以治療痣痣 對 結果爬到山上去 他們以為是這樣子 自認為是 對 然後他們就爬到鹹海裡去看 看到一個鳥巢 那個金雕的巢 那個母雕不在 裡面有一隻小雕 他就把那個小雕帶回去 帶回去以後 你知道那個母雕剛好回來 就一路跟著他們追 對他們開車 一路跟著追 追到後來他們跑回家了 回家那個金雕就在上面 盤險 盤險了好幾天 看沒辦法了才走 走了以後 那這隻小雕也沒火 這隻小雕在這兩個人的手上 大概活了四天 還不會癢 活了四天就把它炸來吃 他們叫炸雕 那後來你知道 這是母雕明事就跑到這邊來 那後來有一次 大概差不多過了一個月左右 我們看這個照片 這個是誰呢 這個是那個姓武的那個 怎麼手上都包起來 臉上也包起來了 大概從八月到十月 兩個月時間 他被那個金雕母雕 攻擊兩次 他怎麼攻擊 攻擊才兩次就這麼嚴重了 對 他第一次 第一次是跟他弟弟 跟他弟弟在夏田的途中 同樣跟他弟弟兩個人 那個金雕就認得他 拼命攻擊他 看到了苦痛下來 拼命抓拼命走 你知道第一次大概 攻擊大概傷了 黃了四針 第二次又碰到 第二次又碰到 也是一樣 下來拼命攻擊 黃了四十針 他說那個手臂被抓的 抓的那個 六道傷口 最長的四五公分 所以你看剛才這個圖片 為什麼雙手 金雕在捉他的時候 他是用雙手擋 結果雙手血肉模糊 那個整個頭蓋皮這邊 被掀了一塊起來 所以很恐怖 後來一直到2011年的 大概差不多四月左右 已經你看2010的七月 他們去吃這個小雕 已經過了快一年了 八九個月了 結果你看那個金雕還是一樣 他有一次在田裡工作 金雕還是下來繼續打 繼續找他 真的是千刀萬里追 那你在田裡工作的人很多 金雕不找別人 就是找他 所以金雕認得你的時候 你就跑不掉 結果這個人是怎樣 到2011四月 他想這個村子我待不下去 我總不能不出門 住院那上面 你看剛剛那個金雕 就在攻擊人類 對 你看他那個爪是很利 衝下來鎖定的 你有沒有看到 完全鎖定一個人來攻擊的 對 後來這個 沒有 其他的人都在逃難 你有沒有看到 對 你看 而且其他人是要資源 資源被攻擊那個人 金雕不怕你 後來到差不多2011四月 這個人之後 後來搬家了 搬家剛才講說 不是去抓這個小金雕 還有另外一個 對 另外一個信仰了 也是一模一樣 他是從2011到2011 整整經過了兩 從抓小鳥起算 經過兩年時間 他還是在 只要在田裡面工作 你不管多少人 金雕一過來 一看到是你 他就認得你 他就攻擊 單兵攻擊 攻擊你這個人 其他他不管 後來他第一次被攻擊 也是縫了好幾針 第二次攻擊 我們在圖片裡面看到 也是你看那個頭 也是 頭也是破了 對 好像縫了47針 後來有一次你看 他是怎麼得救了 那個金雕在攻擊 他那個村民拿鐵叉 跟金雕對視 金雕就是不走 死命攻擊 後來這個人躲到那個 他旁邊那個賣桿堆裡面 躲進去了 躲進去金雕 沒有金雕還是一直不放過 他把那個賣桿 賣桿一把一把一直拿起來 後來只好報警 警察來了 警察來了 才把他救走 救走金雕還是攻擊那個檢車 那個什麼 那個玻璃 那個擋風玻璃 拼命著 拼命追 拼命打 後來檢車是拍檢報器 跟那個閃燈 金雕才飛走 金雕的負責能力真的很強 而且他任人 後來他都知道 瑞典有一個 一個女的鳥類學家 他曾經到一個金雕的 竹槽的地方去看 去研究 結果他一靠近的時候 金雕一個母雕回來 就看到他就衝 你進入我的淋浴範圍 對我的小鳥有危險 所以就攻擊 服從攻擊 攻擊他就趕快躲回車上 幾次以後金雕看 你沒有爬上這個 我的鳥巢裡面 要去抓這個小鳥 覺得這個人 好像不是很惡意的 後來這個女鳥類學家 就在這個鳥巢對面的一個顯來 在那邊究竟觀察 金雕看九二九十 看到他無害 就不理他了 後來有一次 有一次金雕那個小鳥 開始慢慢長大 開始要斜飛 會斜飛 斜飛會掉下來 不小心掉下來 掉下來受傷了 受傷他就把小鳥抱起來 抱起來之後母雕回來 母雕就要看上風 排險看到 看看你要做什麼 結果他把小鳥放到 他那個鳥巢裡面 所以母雕會認為 你這個是我的恩人 你不欺負我的小鳥 小雕 後來 後來你知道 你鳥類學家做了一個實驗 他說好那你認得我嗎 我對你好 你說你不攻擊我 我放一個假人 他去做一個假人 戴個假帽子 假衣服 跟他完全不一樣 金雕一看 不是他 你知道在他身邊 直接把這個假人 直接叼走 那下次衛生人看 如果是他的話 那怎麼辦 如果他以前去殺那個小雕的話 那可能他今天完蛋 金雕他要保護小孩 就像人類要保護自己的子女一般 但是嬰兒被偷竊 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有一個87歲的西班牙修女 他被法院傳信了 因為他的罪名就是 偷竊嬰兒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